减肥晚餐太重要了 吃对了第二天吊秤就很好 吃不对一天的努力都白费 今天给大家分享六套晚餐的吊秤非常好的食谱 这都是我和我的粉丝朋友们总结出来的 希望大家收藏这期视频 今天呢是周天 也是我们碳循环减肥打卡的第七天 也是我们的放纵日食谱呢 我放在了视频的后面 第一天食谱是黄瓜鸡蛋 黄瓜呢是我们在减子期吃的最多的蔬菜 含有大量的扇丝纤维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 环节便秘 减少热量的摄入 晚餐吃黄瓜鸡蛋 第二天你想不掉秤都难 第二天呢是萝卜鸡蛋汤 萝卜呢一定要选择白萝卜 红萝卜的热量每百克是22大卡 青萝卜呢是29大卡 而白萝卜只有16大卡 大家这回知道为什么选择白萝卜了吧 风靡全网的萝卜鸡蛋汤 用在我们的减子晚餐是最合适的 明不虚传会给你掉秤的惊喜 但是绝对不能一天三餐都吃它 第三天鸡腿和银耳 银耳的热量非常低 晚餐我们吃5颗就够了 热量只有10大卡 外行吃燕窝 内行吃银耳 它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 还可以促进体内多余脂肪和糖分排除体外 不除水 对我们管理体重太好了 第四天蛋白粉加鱼衣甘蓝粉 这是一款我非常喜爱的晚餐 第一它方便 蛋白粉和鱼衣甘蓝粉 用热水一冲就可以了 第二点呢是它好喝 蛋白质粉加上鱼衣甘蓝粉 晚上一杯下肚 饱腹感特别强 一夜呢你都不觉得饿 第二天上秤 每次呢都给你惊喜 第五天呢就是面包丁加黄瓜丁 这款减脂晚餐 深受我的粉丝朋友的喜爱 尤其是萧萧月姐姐 几乎每天都吃 面包丁很好吃 它是哥本家的清泰面包丁 这一小包是30克 里面的蛋白质呢含量是11.3克 相当于两个鸡蛋的蛋白质的量 而碳水呢只有5.3克 反思脂肪是0 它就是假碳水 实际的蛋白质 蛋白质加黄瓜 想不掉秤太难了 第六天清泰面包和圣女果 清泰面包也是哥本家的 存牛奶的蛋白质含量是3.6 而它蛋白质的含量是36克 是牛奶的10倍 晚餐爱吃碳水而不敢吃的 就喜欢吃它加圣女果 饱腹好吃 第二天呢惊喜加开心 视频的后面就是今天的食谱 来吧上菜 第七天食谱 今天呢是放纵餐 主食呢我们吃两块煞其马 蛋白质是一袋鸡肉丸子 液体蛋白我们就喝豆浆 85度的水来冲泡它 非常的好喝 膳食纤维的补充 我就吃一个小的芒果 黑芝麻是优质油脂的补充 两克的咖啡是我们的饮品 早餐呢集合完毕 中午我们准备八两的五花肉 大级素的宝宝呢一斤小级素的宝宝八两 切成两厘米厚的片 太肥了今天这肉 放入盘中备用 五花肉倒入饼汤里 煎成这个样子 油醋汁是我们唯一的调料 不要咸漏 还有生菜呢 记得 急剧 有点 咸尼 白挤 虾